大家好,大家早晨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将这个时间完全交代给你 让你打开我们每个人的耳朵 让我将你所说的话语 传给我们弟兄姊妹 主,以我们听道行道 主,我们感谢你,奉以耶稣敏感寄求 Amen 今天讲的主题是这个 第一个 传宗接代 尤其是老一辈 你们对这四个词非常令辉 而且非常敏感 为什么呢? 一结婚你的 你的 爷爷奶奶 是不是 那叫什么? 家妇 不是,你结婚 你叫那个老爸、老母是什么? 家公、家婆 对 就是要你生育而累 传宗接代 所以这一字以来也是这样 所以我给你看一个短片 让你先娱乐一下 先 希望大堂就像这棵金树一样 绝壮根深 避任黄土 所以取名 开枝散热 尤其也根深蒂固 知凡茂盛之意 賀陛下荣登大宝 位居九五 祝大堂福泉四海生生不息 字字腔枪 巨巨吉祥 三郎 二份禮你一定要收下 謹遵父皇之名 純喜姑娘一番心意 三郎却之不公 那多谢 外帝 开枝散热 帝室绵延 確是大堂之福 純喜的礼物 可他心思 微足珍贵 淑太妃说得对 江山者迹 确是要开枝散热 才可以供随万世 覆择千古 所以开枝散热 为什么这个故事说什么 这个皇后其实是生不了 知道吗 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 那个比较 那个比较 那个荀 那个 就是要做什么 做王妃 所以帮那个皇上来生子 所以看 古事的时候 就要找人和他生 所以开枝散热 和全宗接代 是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同样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也要全宗接代 什么意思呢 全宗接代 我慢慢地和你们解释 全宗之代之前 我们要什么呢 与神的关体 所以大家要想一想 我们现在 与神的关体 是如何的关体 或者是每个礼拜 离教会 算数 或者是读一下经 之后 读一下读一下 读一下告 这样就算数 但其实我们 与神的关体 不是这样的 在哥林多的后书 讲到什么呢 基督替所有的人死了 好让他与世 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却为替他们死 而服的基督已活 所以我想问大家 参加特兄姊妹 你是为谁而活呢 为你自己活 为你的子女活 为你的孙女活 你到底是为谁活呢 虽然有子女有孙女 传统接代曼是非常高兴的事 但是我们现在身为基督徒 我们是属于谁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 是活着为基督 我不是跟你说 你要将一切的东西撇开 但最主要 我们的生命是为谁而活 再来说到什么呢 因此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的已经过去 看那新的已经来临 非常熟悉的经文 还有我们时常也有唱这首歌 但我们是否真的是 旧是这个 一切已经变成了新的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活着 在我们自己的旧我 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是基督徒 会不会 我们去做一些 我们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 也没有想到 我们其实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 当我们认同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个人救主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应该改变自己 将我们的旧我撇开 将我们的新我再次为基督而活 所以大家要想到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什么 是祂只是一个神 或者祂是我们的天父 如果你觉得祂只是一个神 你就有一个距离了 你永远永远不能跟祂接近 因为我们人是这样 觉得神是遥遥不及的 我们好像不能亲近祂的 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 祂是我们的天父 祂是天上的爸爸 你地上 虽然每个人都有父母 但当然你和你的父母有多亲近 所以你有地上的父母 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的旧我已经脱起了 好像蛇一样 蛇有没有换皮? 有没有? 你们觉得我们好像蛇一样 之前有一次有一个蛇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 我们的皮脱了 变成一个新的皮 所以我们是脱离以前的旧我 所以有一切已经变成了新的了 再继续下来 他说到什么呢? 《歌浪多侯书》五章二十四 他说到什么? 因此我们是基督的特使 就像神着 即着我们再劝告人 我们替基督请求说 遇神和好 我们的特使 特使是什么? 特别的使者 好像很特别 你做工可能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普通的什么 甚至你可以做经理、总理、总裁 但是我们的福分是什么?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特使 我们是很特别的使者 你的身份就是这么特别 知道吗? 所以我们的特别使者是什么? 要劝告人是什么? 遇神和好 你们有没有遇神和好? 真的吗? 因为我下去的时候 就说多些东西 你们就越来越有压力了 但我们第一 要知道和神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大家一起来反省一下 我们到底和神的关系是什么? 他是不是我们的阿爸父神? 要是他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如果我们认同是我们的父神 是那位阿爸天父 我们的关系就是对的 这个就是对的关系 我收损的时候 我刚刚看到一张图片 很有趣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听别人说福音 都说得好像贵佬 我都不记得跟你说一件事 说到我们这些基督徒 最近我发觉一件事 你知道我们自己想着 基督教好像很多人说 羊鬼的教 为什么人说羊鬼的教 因为很多时候 它开始传出来 都是在哪里? 在英国、美国的地方 所以现在你看看目前的情况 尤其是在英国的地方 你知道一下 每个星期 他的教堂 有百分之多少 是有百分之多少 有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二 就是你坐一百人 可能有两个人 你坐一百分之二 所以你看看很伤心的事 你知道吗? 我们觉得基督教 可能开始慢慢在英国、美国 传过来 应该是非常贫磕的 但是为什么到这个时候 他的情况是这样的呢?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同 去跟神的关系 很多时候 你看到 现在不只是英国、美国 我们新加坡也是一样 你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你的子女 我不要说你中途 变成一个基督徒 我是说 可能你一起初变成基督徒 你结婚、生儿子 但是你不将这个福音 又是将这个 去教会的原则 来跟你的子女说 哎呀 没想到 你去也可以 不去也可以 所以 如果你有这个概念 的话 那些小孩 你的子子孙孙就觉得 我其实都不需要去教会 因为我的长辈都没有要求我要去教会 可能他们会比较判裂一点 所以不想去 但是我们要求神 他的怜悯、他的帮助 让这些小孩 会继续听我们的话 去教会 所以这是一个很伤心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真的 以我们 无论是长辈 或者是爷爷奶奶 如果得鼓励 你知道你的子女是有基督徒 但是你的孙女 他们已经没有去教会 你应该大大的鼓励他们 让他们继续去教会 所以这个关系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是否很唐人 对不对 所以他说什么 上帝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总会来到 然后末期总会来到 所以好像是中国 所以我只是跟你分享 虽然不是非常 但是有些关系是我的道 但是为什么呢 人家说 耶稣要来 耶稣要来 但是耶稣何时来呢 他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 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总会来到 所以我们要传讲福音到万民 所以我们是很大的事 很大的使命 所以我们是他们的使者 刚才神说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他的工作 来将这个福音传遍天下 所以你看一下 我忘记拿了电话 大约那个数据 全世界的人口 你知道有多少? 全世界的人口? 七多人 让我先拿下数据 七点九 七点九 是什么? 十亿 十亿 七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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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知道基督徒是多少? 二十六亿 七十亿 有没有一半吗? 未到一半 可能三分之一 可能三分之一 但是你想起初 上帝創造阿当和亚瓦的时候 应该每个人都应该相信耶稣 但是因为一次的犯罪 大家都开始沉沦 离开上帝 所以现在变成了我们有七十亿的人 只有二点六十亿 三分之一都未到 是所谓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这里说的基督徒是什么? 二点六亿的基督徒是什么? 它里面有穿插了什么? Catholic 就是天主教 Protestinian 是很多不同的支牌 你知道吗? 但是真正的基督徒 基督徒 只有十亿 十亿 只有十亿 只有十亿 还有七十九亿 我们有多少? 很少 所以耶稣要来 是的 耶稣要来 好像我们还有六十亿 当然 我都这么老了 坐在这里做什么? 你有你的工作 你也可以去做的 就是因为 不同的是什么? 你和神的关系 如果你和神的关系 你觉得你是没有关系的 你根本不需要做这件事 但是你要知道 你和神的关系是什么 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听话? 有没有听话? 文贵方你们两个孙儿 有没有听话? 有没有听话? 有来教会就有听话 所以我很喜欢听 我看到这个英文的字 hear vs. listen 很有趣 hear是什么? listen是什么? hear就是你听 在这里入那里出 listen listen是你听了 你放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是hear 要是listen 但是华语 现在是广东话 没有所谓的听 要是听 他们没有这个分别 但是英文就有这个分别 hear和listen 所以我们要hear 要listen 所以我们要听 我们有没有听话 他在这里说到什么? 马可福音说什么? 我们要顺服大使命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到全世界去向万物 全福音 这个每个人都听过了 但你们有没有做到? 但是他说全世界 我不需要去减暴制 我不需要去印度 你的世界是在哪里? 你老吧 你说你老 我不需要你飞 你的世界是在哪里? 隔离轮蛇 你的亲戚朋友 就是你的世界了 你不需要去到地际 那里传福音 你的世界就是在你的附近 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虽然你说我没有传过福音 但是我鼓励你 在你的世界里面 我们开始这个时供 将神的福音传到万物 第一 你要和神的关系要好 你知道神的关系 神的心意是什么? 就是要我们传福音 传福音 不要说马来西亚 虽然近 对你们说可能很远 不需要 隔离轮蛇就可以了 这是我给你们挑战 我们继续有很多报道会 我鼓励你们 大家至少请一个人 第二 他说到什么呢? 去 使万民成为我们的门徒 在马太福音说到什么?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成为我们的门徒 奉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势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导他们专守 可能我就天天都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结束 所以我终结 所以你看我们耶稣是挺好的 他不会叫你去去去去去 理得你去死 是吧?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会天天与你们同在 所以你遇到困难 在全福音的道路上 你遇到困难 遇到逼不 遇到问题 耶稣说什么呢? 我会天天与你们同在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家人 传福音就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有些人说 哎呀很难的 我的歌很难 我的姑姐很难 什么什么 但是我跟他说 世事无难事 我家最难传福音的 就是我的二哥 但是我们对他套求了二十多年 终于去送主 所以世上没有难事 所以我不是很 虽然我这样说 我不是很毒 因为有些人 你对他说是不听的 因为他们觉得他的生命 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已经风风足足了 但是这些人很多时候 他们是很有钱 但是他的灵里面是破产的 他的灵没有那个灵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德伟怎么通告呢? 就是叫神给一个 给一个情况 或者一个事 一个遭遇 你让他知道他需要神 所以这个遭遇 当然我们说不出是好还是坏 当然被遭遇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坏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要神 基人风风足足的人 是不需要神的 他们觉得 但是我们为他们祈祷 是希望他们一个遭遇 遭遇到他们 要来信靠神 所以我鼓励大家 刚才我说了 我们要做神的工作 第二 我们要听神的教导 第三 我们要开始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传福音 我们的世界是什么? 你的朋友 家人 邻居 去传福音 耶稣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正愿父 差派了我 我又要差遣你们 所以上帝已经 差弃了我们 只要问我们 你们有没有信服? 你有没有信服? 你们自己问自己 我不需要说太多 你们成为基督徒几年 一年也好 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 你有没有带个朋友来教会? 第一 第二 你有没有全个福音? 不用带教会 先跟他们讲到福音 你们自己问自己 第一 这就是我给你们的挑战 你有没有带个朋友来教会? 第二 你有没有跟朋友 或者亲戚朋友 要是邻居也好 说过耶稣? 已经知道你有没有 你很活潑 但我虽然不是针对哪个人 但你们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你不是跟我交代 到时不需要跟我交代 因为我们要跟神交代 其实这个经文很厉害 我不敢放出来 你们会吓得到 所以没有想说 我们慢慢来吧 慢慢来吧 第一 我跟他们说了 他们说到什么? 你不是自己一个人 他说到什么? 他说到什么? 圣灵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 你知道当你接受了耶稣的时候 圣灵就是在你的身上 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刚才耶稣也说了 我与你同在 第二 圣灵与你同在 你要说的一切 你要作的一切 圣灵会帮助你 我听到一个牧师这样说 他们去马来西亚 有一个马来西亚牧师的朋友 他好像父亲过世了 他就问这个牧师 你要不要一起去 那牧师就问了 没有什么就去 去到那个时候 不是追思礼拜 是那个仪式 是佛教的仪式 所以就在那里坐 那之后 那些仪式过去 他的朋友就过来 聊天聊天聊天 那突然间 这个朋友就问 我们这个新加坡牧师 说 现在他说这些礼仪 非常吵 他觉得很吵 那你们基督徒的礼仪 是怎样的? 他就这样问他 所以刚刚说 圣灵就开始的运作了 他就说 我们基督徒的礼仪是怎样的 他就慢慢开心 来听这个福音 之后他就去教会 接受了耶稣 所以神的安排 神的时间 你根本不可能想到 他的爸爸已经过世了 而且是一个佛教的仪式 那为什么在这些不合当的时候 来传福音呢? 圣灵就是这么奇怪 将这个不妾当的时候 说出神的福音 所以我跟你说 圣灵是与你同在 那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呢? 为什么你们要顺服呢? 因为我叫你顺服 谁叫你顺服呢? 你们自己要顺服 为什么我要顺服呢? 我现在跟你说 为什么我们要顺服 在上帝做上帝的旨意 刚才我说了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 将他的福音传到地极 很简单 传到地极 传到你的世界 你的世界在哪里? 就是你的隔离卵舌 你的亲戚朋友 那我们要顺服 他已经说了 传福音在你旁边 在你的世界 我们有没有顺服呢? 现在我跟你说顺服这个词 很重要的一个词 顺服 你自己有子女有什么 你能不能听你的话 你也希望他能听你的话 刚才我说到 有些人不去教会 但是你很希望他能去教会 所以他能不能听你的话 你也很需要听 希望他能听你的话 照样上帝也要我们听他的话 就是听他的旨意 当我们要顺服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承认他的权并 在六个福音里说到什么? 你们为什么称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行我所说的话 所以我们普通过的时候说什么? 主耶稣 上帝啊 阿爸父啊 我们常常这样叫他 是吧? 我们唱歌的时候 是什么? 神啊 是吧? 我们一直叫他神啊 神啊 神啊 主啊 但是说你叫我 有什么用呢? 你都不遵行我所说的话 你不是白叫? 你叫的意思是什么? 用口叫还是用心叫 是吧? 因为我们常常唱歌 都已经变成很普通的事了 所以你有没有听话 你有没有做他的工作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们做基督徒 虽然是我们有永生的福分 但是每一人说 我们做了基督徒 就是坐在那里等 等我们 不要听了 等我们去天台 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我们的工作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记得 我们有七十万 八万人 我们只有一百万所谓的基督徒 我们只有六十万 百万人来传说这个福音 很多我们的隔离轮舍 我们的朋友 都没有接受主耶稣 所以耶稣说 你叫我主啊主啊 但是你没有遵行我所说的话 如果你是神 你是主耶稣说的话 你说这句话 你知道你的心有多痛 好像跟你子女说 你叫我老爸老爸 但是你没有听我的话 你自己放在你自己的这个情况 你的心有多痛 所以你看 上帝有多痛 当他说这个话 你叫我主啊主啊 但是你没有遵行我所说的话 你叫我主做什么 没有叫我 不需要叫我 所以弟兄姊妹 我再一次给你挑战大家 你不要叫主啊主啊 如果你没有转行他的话 所以我们当叫主啊主啊 我们要从心里面 从心里面 顺服 专行去所说的话 所以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在说大话 主啊主啊 我爱你 你说我什么 你爱我你就遵行我所说的话吗 所以 你说主啊主啊我爱你 其实如果你不是做的话 其实我们是在说大话 说大话是一个罪 对吗 所以我们没有叫主啊主啊 叫得这么轻松啊 所以我们大家 请反省一下 我们还要审查自己 他说什么 如果你们爱我的话 就会专行我的命令 我们要审查自己 你遵行大使命 所以刚才我说了 我们没有叫主啊主啊 但是我们要同事的 遵行他的大使命 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挑战 好 感谢主我们的疫情 慢慢的恢复 我们给自己一个大的挑战 小的也好 大的也好 让 其实这个也是我的挑战 也都是 让我们每天 都跟一个人说耶稣 很大的挑战 每天我每天看到新人 一个星期一个就好了 一个星期一个就好了 一个星期一个 你52个星期 你和50个人说 我看这里也不够错了 是吧 所以我希望你们成为 我知道这是很难很难的事 好像踢一粒铁的球 你知道吗 踢普通的球一踢就走 我们每个人说 铁的球 踢来踢去都踢不走 踢不动 不走 动都不用动 不要说走 是吧 所以我们第一 我们是否要审查一下自己 我们叫主呀主呀 我们是不是在说大话 那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全港福音 说到这个大使命 我们是否会遵守这个大使命 虽然你说我们有时候很困难 但是为什么我们先开始祈祷呢 祈祷说 叫神给我们遇到这个机会 和别人说福音 可能你说我没有机会 我上班放工 但是你进去电梯 可能看到一个人呢 你买东西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人呢 是吧 所以这些都是机会 当然我没有叫你 好像心白心白 什么都跟别人说话 所有人都觉得你神善 是吧 我们都要有很智慧的 来跟别人传福音 但是呢 圣灵会带到 圣灵会给你这个机会 只要你 第一 愿意 第二 祈祷 叫神给你这个机会 那么现在 我们最主要 我们要审查自己 是否我们要 听神的话语 那最后最后呢 我就给你们这个经文 嗯 之前出了 等等 OK 最后呢 这个经文我就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带回去 慢慢的思考 OK 这里讲到什么 约翰书第十四章 十二一节 那令受我命令 并遵守的人 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会蒙我乎所爱 我也会爱他 并且会向他 显明我自己 所以神会显明给你 最主要你遵守 他的话语 就是因为 为什么呢 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 爱我们的上帝 所以耶稣上帝都一样的 会爱我们 他就会显明他自己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作一个缺子 不是缺子你信耶稣 你已经信了耶稣了 缺子你做神的工作 将他的福音传到地极 并且 带更多人 来到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做他的工作 我们不再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叫耶稣 耶稣我爱你 就是真的 我们是叫阿爸父神 我们真是爱他 所以我们要进行他所有的旨意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礼拜的挑战 好吗 不用这么严肃的 所以我们大家作这个挑战 我们大家做一个祈祷好吗 我们大家一起起立 一起起立 我们做这个祈祷 主耶稣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 站在你的面前 主让我们立志 来信从你 来听从你 虽然主我们可能有远离你 又不听你的话 可能又没有遵守你所教的教导 主但我们祈求你 用今天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不但而知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我们是一个遵守你的教导的基督徒 让我们开始的来 将我们的生命 传福音成为我们的生命 传为我们每日的一个习惯 让我们来将你的爱传给我们的世界 无论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轮社或者社区里面 但是神啊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给我们这个机会 遇到这些机会 传你的福音 主耶稣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交代给你 再一次的 祈求你的怜悯 如果我们没有遵守你的旨意的话 主 用我们决志 遵守你的旨意 让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我们的祈求 Amen 神祝福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